昨天晚上11点历史系学生林凯翔 在政大罗马广场发放黄丝带 声援林义雄绝食抗议核四的行动 在政大各处榜上黄丝带希望传递反核精神 纸长花主办人之一民族系的侯仪如说 这些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声援的概念 声援林义雄律师现在在进行绝食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为了核四 然后愿意做自己的行为 我们就是希望说 透过这种行动艺术的方式来声援他 由青年联合阵线发起的落实民主 听见核四黄丝带响应行动 从林义雄绝食地点异光教会开始 在台北市各地发放黄丝带与标语提供大众领取 并号召全台公民在各地挂上黄丝带 政大活动承办人林凯翔阐迦述反核活动理念 他表示因为林义雄是用禁食禁语的方式来抗争 黄丝带活动决定活动参与者都不会接受采访 以支持林义雄的反核决心 昨晚在资讯大楼前的政大直肠花论坛结束之后 参与学生纷纷转移阵地 在政大各处绑上黄丝带 希望唤醒大众反核精神 政大直升记者张普勋的采访报导 参与学生纷转移队